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韩国男子李永学李永恒自身患有罕见遗传疾病,女儿也遗传到这样的病痛。 多年来,他一直以好爸爸形象,对外界声称要为女儿宠慕医药费,还常上韩国节目分享自己的故事。 许多南韩民众都被证明好爸爸感动并且慷慨解囊,但近日他的假面具终于被接下,露出邪恶的真面目。 根据外媒报道,今年35岁的李永学从小就罹患罕见疾病,巨大牙骨直流,Gigantiform Man Trauma,女儿也不幸遗传到,为了治女儿的病,他到处老走奔波,一直以来都被韩国大众视为国民好爸爸,但在今年10月,李永学的恶性曝光后,震惊了南韩国民。 李永学在10月1日要女儿邀请同学到家里做客,却暗中在饮料中加入安眠药,意图迷奸女儿同学。 之后,李永学更用性玩具奸杀了这名年仅14岁的女孩,并火通女儿将尸体丢弃在江源道宁悦郡的郊外。 本月初,警方逮捕自杀未遂的李永学和女儿,她才俯首认罪,但并未说明犯案过程及动机。 女儿也于日前向警方承认协助过父亲下药及气时。 这件令人发指的凶案曝光后,南韩媒体持续挖掘真相,发现这名也有着爱妻形象的好爸爸,长年以来都逼迫妻子卖淫。 还用真恐透露下妻子与他人性交易的过程,并迈到色情网站上离奇的是,他的妻子在今年9月跳楼身亡,且此前5天他曾报案,声称自己被李永学的继父性侵八年,让警方十分疑惑其中是否另有隐情。 过去十年来,李永学声称可以为女儿做任何事,呼吁大众发挥同情心捐助医药费,但最后才被批爆。 这些滥用同情心的资金,根本没拿来用于医疗,而是让他过奢侈生活,还拥有两辆名车。 外界估计他多年来募得的善款达13亿元韩元,约3600万元台币。 南韩政府从2007年开始向李永学一家发放援金。